第三个是黑管 黑管有着演说家和戏曲女单的称号 它起人于古希腊 外观呢跟我们中国乐器的唢呐很像 它有高音区非常的明亮 中音区呢音色也非常纯净 那低音区很低沉浑厚而且风满 你来猜一猜这个乐器是什么呀 在音乐会的演奏上经常会看到 是长笛吗 嗯是叫长笛 长笛是世界上目前已知的最古老的乐器 距今大约有4.2万年的历史哦 也有着乐器中气质王子的美称 还有这个乐器你知不知道呀 它的历史也非常非常的悠久 起源于公元前 你看它演而注意的就是它的伸缩管 这个伸缩管大概有61厘米长 如果是推出的话可以演奏非常低沉的声音 如果拉回来可以演奏出比较高亢的声音 所以它有个特别有趣的称号 就叫做伸缩喇叭 也就是我们的长号 你还认识哪些西洋乐器呢 你喜欢哪种乐器的声音呢 我们在评论区讨论留言一下吧